我是姐夫 大家好 姐夫今天要分享 姐夫在高时餐饮科的教学过程 以记录 这次有两道菜 姐夫会分成上下两集 分别是希腊剪和希腊式探稿吉凶 今天这部影片的开头 是希腊剪的制作过程 影片的长度大约是3分40秒 后半部是姐夫传授小朋友技术 以观念的详细过程 姐夫有点啰嗦 姐夫很啰嗦 所以影片有点长 有兴趣的朋友 可能要有点耐心 另外 姐夫还要感谢 儒奉老师和群婷老师 在课程中的全力协助 那影片就正式开始啰 我先自我介绍 叫我姐夫就好了 我们今天做的是 两道菜都是希腊菜 黄瓜姐姐先开始 来我们这边有地有茴香 先把它摘起来 然后泡水 像这种叶子泡水 最好是加点冰块 它会让它看起来比较有活力 不会这样软软的 来这个是叫做风干番茄 这个在欧洲菜里面 会常常会用得到 它就是番茄把它晒干 这个我们待会把它切丝 我们还是用感觉稍微泡一下 哇新嘞 好接下来我要点蒜头碎 做一个腌汁的一个 好 来我们这边呢 试试把它稍微的 拌一下 插一点盐巴 插一点胡椒 算是腌制它了 来我们现在要切橄榄 这橄榄 这橄榄喔 呃 有点咸 那就试试看就好 所以说 待会加的时候量要稍微 注意一下 它本身有香味 注意一下 来再逼它起司 好我们这个现在要把它爆撕 这个要撕一下 要撕一下 这片 好 好在用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是用手掌去压它 OK到这边就可以了 好 好剩下的啊 我也不会浪费 好 我也把它给切 待会我们要卷进去 我们可以让它控制到它几乎是一样 好一样长的 这个你们要练习 大概平均一点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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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快点 好 再再多多了 你rov Nikki 希望吧 就那就多了 好的 正班使用前一邊要洗過 然後要把它擦乾 今天做的是 西拉菜 兩道菜都是西拉菜 西拉菜給人家感覺就是健康 沒有什麼過多的調味 沒有什麼過多的一些風調 那就是一些原味 吃起來都很健康的東西 小紅瓜 橄欖 番茄 起司 橄欖油 那我們今天做的 待會我們就開始示範 像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的時候 燈板一定要洗乾淨 手要洗乾淨 這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的 那燈板要擦乾 其實我很堅持這件事情 針板一定要擦乾 擦乾就好 差了叫多久 快了 快了 再三十秒 再三十秒 好 還好我們又再唱一遍 OK 針板一定要擦乾 針板擦乾 對我們有食品的衛生安全 其實很重要 因為水啊 髒髒的啊 有時候我們在做生菜啊 那個Ready to eat 馬上可以吃的這種東西 它的風險會比較高 我希望大家這個東西 接下來就是要稍微的 好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先從那個 好 黃瓜姐先開始 那待會我會用這個來爆片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一個東西 剛開始啊 是從日本進口的 是要一兩千塊 那現在台製的也有 大概四七百塊 它其實不便宜啊 最主要是它的刀啊 它的刀算是不錯 那可是啊 相對著它這樣子 它其實蠻比較危險啊 它刀很綠 好 它還有配件 好 我們現在在爆絲 我們現在爆片 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爆片 它還有配件 然後配件在我那邊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這個東西 會讓你感覺很愛對 它會變得很好 會比較好 好 不過大家小心一點 來 我們這邊有第一唷 有一箱 好 先把它摘起來 好 待會兒要泡水 像這種葉子的泡水啊 最好是 加點冰塊 它會讓它比較 看起來比較 活力 不會這樣出來吧 來 這個叫做 風乾番茄 這個在歐洲菜裡面 會常常會用得到 它就是番茄把它曬乾 待會兒我會把它切絲齁 我們還是用橄欖 稍微是很好 讓它泡一下 哇 新年 很黑 很黑 好 接下來我要一點蒜頭碎 我要一點蒜頭碎 把它稍微就是 做一個醃漬的一個 把它稍微的 拌一下 差一點鹽巴 差一點胡椒 讓它有一點味道 來 我們現在來這邊要切橄欖 這橄欖齁 有點鹹 好 待會兒試試看就好 好 所以說 待會兒加的時候 量要稍微 注意一下 它本身就有鹹 來 這避它70毫子 好 我們現在要把它爆絲齁 好 我在用這個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是用手掌去壓它 好 手指不要去抓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好 很有可能你的那個 這邊會弄到 會弄到 弄到 OK 那用的時候啊 不用太急 好 慢慢的 安全為止 好 從可以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 所以啊 只一個習慣 用完的時候啊 我把它抹它 抹回去 好 你看 這樣好好用 我也不會受傷 別人要拿也不會受傷 在廚房這個都比較好 不要因為 一些不小心 害到自己人就算了 害到別人啊 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這邊把它整理一下 其實我們大概用一顆就夠了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好 剩下的啊 好 我也不會浪費 我會把它的一些 待會兒我們要捲進去 好 所以這也是裝飾而已啊 所以說我不管 怎麼那麼厲害 馬上說一點 整個食材室很厲害 喔 是不是嗎 我已經失望了三年了 它是什麼是什麼 這是羅曼 羅曼 我們把他扎拉頭 好 所以待會兒把它捲起來了 我用斜切的方式去控制它的長短 我們這次那個角度拉 拉長 它就會比較長 它就會比較短 好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就會比較長 這樣子就會比較短 這個是可以控制的喔 可以控制到它幾乎 幾乎啦 當然不可能喔 分毫不差 我們可以讓它控制到它幾乎是一樣的 一樣長的 一樣長的 那頭尾那不用講 這也很平衡練習 我們大概一共 6、7、8、9、10系都有 有哪一支 現在在跟我 現手 現手 它背相機我們才可以那個 配的手機隨時都有 把它弄好 然後你要做資料幹嘛的時候 你看 像我剛才還沒整理的時候 我先拍一張 整理完之後 我再拍一張 那時候我們現在這個還可以做編輯 上面可以寫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直接打在那個下面上面 好 好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 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下一個 好 做到這邊 做到這邊 我們大概也有要講一件 就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們在準備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準備食材的時候 先從 可以生死的 那地圖地馬上可以吃的 可以生死的 不用再加熱 不用再炒過 不用再 要先做 然後慢慢慢慢的 往後做 那是什麼 水果類的要先用 對不對 因為水果會怕到時候 你要是切蒜頭 切洋蔥 砖板上面會留下味道 對不對 當然啦 弄完之後洗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我現在講的是 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好 大概就擦一擦就可以了 因為剛開始我們洗過了 先處理水果 先處理的話 就不太太心 它被別的味道給污染 就算是我們的 我們 材料是乾淨的 像洋蔥 洋蔥啊 蒜頭啊 這些味道比較重的 芹菜啊 這些味道比較重的 如果你先用它 後面 先處理那個 你後面再處理水果 多少都會有一些 味道會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處理 那個 蔬菜類 蔬菜類又與生菜 沙拉類 要先處理 那個美生菜啦 Roman啊 Visee啊 這些有的 這些生菜要先處理 弄完之後 再來處理 我們要 加熱的東西 這是一個觀念 要有一個 這個順序在這邊 一方面可以減少 你不用一直 想到的弄一下 然後要洗燈板 還有擦乾的 對不對 我先講的是效率 你要把它做一個 安排之後 它的效率 就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 所有的材料 要洗乾淨的時候 再上蒸板 尤其是洋蔥啊 這些東西 它會帶土 對不對 你要把它處理好之後 再上蒸板 你也不用一直洗 一直洗 洋蔥有可能是生食 對不對 你在做沙拉的時候啊 它可能就會用在沙拉上面 它是一個材料 它可能就生食 所以說 洗好之後 擦乾 再上蒸板 好 像這個的話 這種小的 這種刀子你們都有嘛 對不對 有 這個刀子要善用 它叫做 吞在 吞 就是轉的意思 等於說它的靈活性會比較好 我們用這個來動作 那頭這個地方呢 洋蔥最好就是這樣處理 頭啊 就是讓它整個都是留住 不要去 就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洋蔥 弄好之後 就先這樣處理 除非我今天要切五公斤 十公斤的洋蔥絲 那沒話講 我直接就把那個心給我 刮掉了 待會兒講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現在這樣子做 是因為 突然有一個想法 原本我要切啦 現在有個問題 它太胖了 太胖了 真的啦 它太胖了 有沒有 它不在這裡面 我在弄的時候啊 它會被頂上來 所以說 歪掉了 歪掉了 叔叔它已經是最瘦的一顆了 沒問題沒問題 這個 這個 小事情 小事情 對 小事情 沒有關係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突然 突然是有個想法 我原本就打算把它整個 就是直接切絲了啦 可是我剛剛突然想到說 因為 紫洋蔥啊 用來做裝飾啊 紫洋蔥圈 用來做裝飾 非常的好看 它裡面就是 比較裡面的那些直接圈 好那現在我就是把它外面這一層 沒有不要啊 我一樣一樣 切絲 對我要切絲啊 我沒有不要什麼 對 我只是先把它的 調整到我的那個 好 可以進去 對對對 很好齁 你們就知道我在幹嘛 看就好了 所以怕至少我弄半天 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這樣就沒問題 所以齁齁 除了把它給還原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在洗的時候 是很方向起 這樣 不要只能這樣子抱 對不對 刀 刀 刀在這裡 很方向起 現在就把我要的先把它 把它挑起來 待會兒我可以做裝飾的 這些我待會兒要把它炒 這邊要把它切絲 來 番茄齁 番茄把它切絲齁 然後我不要那個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刀子的那個 拿的方法也很重要 其實刀子啊 不是90度 就是180度 你才可以把東西切得好 我們現在先不講 叫那個 斜刀啊 斜刀切片這樣子 你只要 剛開始 因為我相信你們都是 剛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刀子啊 不是90度 就是180度 就是 90度 大概就是平行的 這樣子其實很重要 你要拿穩的時候 你東西還切得好 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 在切東西的時候 都是用這兩個 那我現在這樣弄的時候啊 我的拇指啊 我的拇指這邊其實是 往下壓 往下壓 18 這樣子 走 180 很直的走 好 你不是 跟著你的弧度喔 你要有一個支點 你要有一個參考點 我的參考點就是 砧板 砧板是 對不對 頂的 我參考點就這樣 東西才會切得好 好 你不要直接這樣弄 切不好看 好 它這邊的時候 一樣 我現在是斜刀嗎 不是斜刀喔 我現在還是90度喔 我講的90度是什麼 這邊 這樣子 這個90度 我講的斜刀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現在還是90度啊 那看起來是斜刀 它其實它不是斜刀喔 OK 好 盡量它開始要練習這樣子 讓它用那個 角度去控制它的長度 然後讓它盡量是一樣的 那這邊我們一樣可以用齁 譬如待會兒一動的那麼多 我應該會把一些 拿來包我的那個 希臘捲 我現在講的是 其實我們可以用的 還是要把它留下來用的 好 蒜頭 切碎 檸檬汁要擠之前啊 可以把它壓一壓滾一滾 那待會兒可以比較好擠 OK 攝影師上課廣播 希臘餅班 整餅排 同學 現在進到廣播 來攝影師 喔 有人要倒沒有 好 我們雞肉這邊 我們要稍微去做一個醃汁 鹽巴 胡椒 橄欖油 好 一點橄欖油 好 一點蒜頭 麻沙雞 來 抓一下 這是什麼 我的鋼喔 鋼倒是嗎 我的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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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做西餐 你們思考博士 要用 英文下去 我已經一直記材料 要用英文 我的英文也不好 我也沒辦法跟那個 外國人用英文聊天 可是啊 最起碼 我們現在碰到這些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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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 檸檬 那些東西 都要搞清楚是什麼東西 做西餐 要用西餐的 思考模式 那其實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喔 你在買東西的時候啊 有時候講中文 然後 這是炒商幫你記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在跟老師在買東西的時候啊 在買材料的時候 我可以的話 我也是盡量把中文英文都附上去 你要中文英文都有的話 你要上那個Google去查圖片 還是去查資料 也會比較的清楚 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我沒有要你背 叫我拼我也拼不出來 最起碼你要看得懂 你要聽得懂 講得出來講不出來 那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啦 盡量訓練一下自己 那檸檬汁齁 好 有沒有不靠近 因為我剛剛把它可以 揉過了 對 其實這樣子的話 會破壞它裡面的一些那個啦 所以說啊 這樣子會比較好用 好 因為這個要點時間 也不用多久啦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好了 那現在咧 我們來幹嘛 炒 炒起來 炒 對好 洋蔥要時間 我洋蔥要先炒 我要先炒洋蔥 最主要是因為它要一點時間 而且它不能用太大的火 對 我們現在講FryPen 這是西餐在用的 它其實一直很便宜 我在做學徒的時候 它一直才100多塊而已 那現在的比較貴啦 它還是很便宜 兩三百塊而已 對 它其實啊 很好用 不過啊 鐵的東西啊 你要會保養 第一個不要洗太乾淨 讓它表面的油脂 它就比較不會生鏽 第二個啊 就是 你在用的時候啊 你要把它燒熱 燒熱之後再放油 然後它可能還稍微要癢 我所謂癢就是 要稍微用油去 用油去浸它 它就比較不會沾 它其實可以做到不沾的效果 這樣保持有油脂在上面 因為你越常用啊 把它的越好用 那用久的時候啊 它前面後面像這樣這樣 就會變 比較好不乾淨 我們揪久了 再像這樣把它燒一點 然後用去燒掉 再重新兩過 兩過很簡單 燒掉之後 刷乾淨之後 燒很熱很熱 再用油下去 還有一個齁 這個點的鍋子啊 要 要一下子 很熱很熱去沖 會怎麼樣 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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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起來 它會熱這樣冷縮 它就會變形 像那個豬鐵鍋 比較厚的時候 它一點比較好 它會裂掉 它不會變形 它會裂掉 那你知道一下 什麼叫講鍋 我現在的豬鐵鍋 我把它當中已經燒掉了 燒起來了 我要燒就會比較容易燒得乾淨 燒乾淨了之後呢 我再把它加熱 你事實上加到很熱之後啊 倒流下去 因為很熱的時候 它那個 刷氣孔會張開 流下去會可以滿過這刷氣孔 流下去會可以滿過這刷氣孔 這些東西真的很好用 又便宜 也是啊 你要懂得會要 要懂得要 保養 對 保養 跟維護它 來 我們要封下去 用不到一顆啦 會嗎 會 可以吧 可以啊 OK啦 接下來這是你們的幾人 要保持見面 你不要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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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不過剛開始啊 不用怕 用這個包 唉唷齁 我剛才 其實沒辦法看這個 你是不是有看這個 鍋子燒到這樣子就不對了齁 開這裡 不是超微搭 不是超微搭 油這樣子 待會也會燒起來 它不應該 看煙就知道 它的溫度已經不超過 超過它不配的 那個 這個再下去 可能再個30秒 它就燒起來了 那我們這個的話 就是盡量讓它是在 好 都有吃到火 好 平平都有吃到火 可以 好 來我們先來做這個 希臘捲 好 這邊把它捲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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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再一個一個 把它捲起來就好 那捲的時候來啊 剛開始比較重要 盡量讓它把它往裡面收 好 這樣會比較緊 我們還要再炒齁 盡量讓它是 金黃色 好 好 好 這樣可以賣多少錢 多少錢你要買 要這樣問 沒有啦 說實在話 好 我今天我在這邊最主要的 用意只是讓你留一點活習慣 這 沒有什麼啦 因為這就是 飲食習慣的一個問題啦 當然 好 我們要去接受它 好 那當然它不會是我一 一日三餐 會出現的東西 好 那我們要去嘗試它 OK OK 不過 剛剛你們講的那個 有時候啊 因為你擺盤的方式啊 可以讓它 多賣30%到50% 這個是事實 還有什麼可以用的咧 那個菜 鹿葉子 鹿葉子 你看那個菜 手不住啊 我跟其他的葉子 我跟其他葉子 鹿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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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盤300 不然賣出去了 沒有啦 裝飾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看你手看了有什麼 鹿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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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汁醋都可以啦 OK 好 謝謝 待會兒我雞胸放下去之後啊 你們就下去做了 OK嗎 因為我雞胸下去就做 到時候來看喔 好 我現在要煎雞胸喔 所以雞胸的時候啊 我要大一點感刺 應該講說要夠熱 如果要夠熱它表面才會 金黃酥脆 剛開始不夠熱 你後面再加開火加熱 是沒有用出來 我的來講啊 我喜歡 油放少一點 它上車的會更好 待會兒用這個的時候咧 就是 45度翻 我們下去的時候啊 不管你要這樣子也好 不管你什麼方向都好 人家你翻面的時候就是45度 它就是隔壁紋 如果90度翻的話 它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不好看 隔壁紋比較好看 還有啦 我們烤箱這種東西除非必要 我們照到的講 你應該 應該讓它在鍋子上面 使用到有藥的存在 那我養了45度啊 等一下我們把它翻過來 我的第一面 最重要是要它的顏色 所以說我們火要瘦大 我的鍋要瘦熱 當然不是讓它燒起來 第一面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啊 如果翻過來的時候咧 我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面翻過來的時候 我的目的是讓它熟 所以說我要控制我的火候 要把火降低 來看一下哦 你看這邊的溫度 表示這什麼 表示這個骨子的溫度 不平平 這邊的漂亮 這邊的不夠漂亮 接下來 我就要把它關小火 甚至於我可以把它蓋起來 好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那個繼續 做 好 那我們要到自己的土邊去囉 哦 哦 好像烤肉一樣 對 對 對